把天花板拆开来 看看这间教室的隔热装置会这么做 是因为日本在今年经历了自126年以来最热的夏天 像是7月就比去年的平均气温高出了1.91度 但日本校舍的设备老旧 隔热效果不佳 一节50分钟的课程常常让学生热到昏昏雨水 老师脾气暴躁 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将桌椅搬到教室外的空地 宣传气候变迁的影响 有人热到汗流浃背 有人拿起宣传单拼命扇 在大太阳底下上课 红外线热影响仪显示目前为涉事40.6度 根据日本灾害管理机构的统计从四月以来高温已经造成上百人死亡 去年暑假结束后学生们回到教室上课 却迎来最热的九月 平均温度约为摄氏24.91度 比往年同期上升2.66度 而今年日本八月的温度最高却来到摄氏40度 光是一星期之内就有12666名中暑患者被送往医院 体育とかすごい暑い中頑張ってやっても なんか帰ってきて教室すごい暑いとか 体育実際もう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のがどんどん出てきちゃって 子供たち本当にかわいそうだし 子供たちが遊ぶっていうすごく自然にできていたことが 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が今の学校の現状だなって思います 東京閣市区里总共有73所小学和国中 目前翻修了两所学校里的几間教室 学校在教室的天花板和墙壁上 加装额外的隔热設備和转换装置 目的要让教室降温速度加快 根据测试 这些新設備让降温时间从原本的100分钟 快到只要45分钟 就可以从涉事32度降到27度 而且改成变频的空调 耗能还不到以前的一半 当地的官员说 葛市区承诺在2050年 实现净零碳排放 而且将会是东京23区中 第一个实现这项目标的特别区 但绿色和平组织表示 日本还远远落后于 全球建筑能源效率的标准 日本街头民众不是拿着毛巾拼命擦汗或是撑散遮阳 公共区域的屋顶也使用洒水系统降温 根据统计日本全国153个观测站中 有62个观测站就显示 今年七月的温度高于去年同月的平均气温 日本气象厅表示 会造成这样的天气是来自太平洋上空的高压和南方的暖空气上移到日本北部地区 而七月初东京以西的靖岗县成为日本第一个气温标道摄氏四十度的地区 远远超过当地所认定摄氏三十五度为极热标准 热让在全球变得越来越普遍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也显示 今年七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 公事新闻沈陆佩编译